大家好我是NCAA三級的球員 今天我想來回答一些 之前在JTC上面 一些人提出來的問題 那些問題我本來是想跟我 之前高中的隊友一起回答 但是我們上次時間不太夠 所以今天我用我一些大學的影片 來回答一些問題 第一個是有人問過掉 第一個人但遇到補防之後 就常常不知道怎麼處理球 我個人認為遇到補防不知道怎麼處理球 要多看一些比賽的影片 不管是你的或是NBA也好 或是一些大學或是高中的球賽 這樣才能比較清楚知道補防會出現在什麼位置 在什麼情況下你的隊友會是有空檔 好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些我的影片 好 先來看這邊第一球 這球我是從右邊的大概是Wing比較高一點的位置 接到擋拆 其實擋拆這一瞬間就要看後面補防的位置 像現在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防守 然後這邊有一個防守 在這一瞬間其實就可以看到 會有兩個人是有空檔 這邊一個然後這邊一個 其實穿這個 底腳這個人或是Wing這個射手 都是空檔的 我後來個人是選擇穿 Wing這邊 雖然說他離這個 輪轉的這個防守比較近 但是他是我們對上 命中率比較高的射手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擇了 傳給10號 好我們來看這球 這球切得比較深 擋拆之後切得比較深 所以其實我在過他的時候 不用看防守我的這個人 現在我準備要過人的時候 我是要看後面這一個 還有這邊一個 後面這兩個補防 我一看到他要往中間這裡 去斜防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這個隊友是空的 越早知道你的斜防在哪裡 就會越好 遇到斜防的時候可以做出 就是做出好的選擇 他要從中間這邊 跑出來三分 去干擾這個射手的話 是蠻遠的距離 好 下一個影片 好 我看到我射手要往上 之後 他一往左邊移 我就知道這個人會是有空檔 因為他不可能 他已經往左邊移之後 再很快的跑回去守他 所以我在這一瞬間 看到我這個隊友是空的之後 就可以在這個時候做決定 因為我要是切再深一點 要是假如說我切到 真的遇到這個斜防的位置 就算他傳這顆球 是比較困難的 他再往斜防這個位置 動的時候 就要知道他守的人會是空的 這樣才會減低失誤 像我後面我有幾球就是 太晚做決定 或是太晚才看到後面的斜防 所以才造成失誤 這球的話 一樣是擋拆之後 擋拆的這個人 跳上來一下 然後馬上就回去了 所以這球就被干擾到 這球的話就是看到斜防 然後球太早熟 多停大概半秒就可以知道 這個防守其實要往後推 他沒有要繼續來幫這個人 所以造成了失誤 還有另外一球 這球 這個斜防已經下來很深了 所以其實這個人的空檔是蠻大的 加上他是比較準的射手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 在這一時間看到這個斜防過來 應該已經要準備要傳這顆球了 但是我切太深 然後這時候要傳這邊就太困難了 因為這已經太多人 我也沒辦法直接傳 左邊底角這個射手 然後也沒辦法直接傳右邊 你看到斜防一往裡面動的時候 就要準備要傳了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問題 算是下一個問題也跟 之前那個遇到補防這個問題很類似 就是如何練好傳球的視野 你要找到對的時間傳球 就是通常每次都要看後面的斜防 因為守你的人比較不容易干擾到 你要傳球的路線 但是一般都是補防的人來斜防 然後才會有好的傳球的機會 來看一下一些傳球的影片 擋了之後他們兩個都是在守球 他走的路線已經比他們先到籃筐 還有一個就是你要看你要傳球的人的防守 加上後面的斜防 他本來要來補防 但是他已經開始往遠邊這裡走了 所以我的隊友才能接到球有空間可以去選擇他之後要做的進攻 這球也是擋拆之後的傳球 擋完之後有兩個人要看 這邊這個陳退守守這個中鋒的 第一我看他是要 他是要來守我隊友還是要來繼續退 然後我看他繼續退 我遇到大個的我一般都是知道自己可以攻擊 因為他們速度都會比較慢 然後他們很難守就是後衛 在準備要進攻的同時要看到這個 後面這個防守 然後呢過到這個人之後 是看他要不要來上來補 當他一上來就有兩個選擇 這邊一個隊友還有這邊一個隊友可以穿 要是已經整個人都面對我的話 然後整個人背對他守的球員 他就有一個很好的進攻的機會 他又是要回來守這個人 他要整個人轉過來然後再去守他 這樣已經太晚了 所以傳這顆球剛好空檔就可以直接投籃 下一球一樣是擋拆 擋拆之後的傳球 一樣是看防我隊友這個的防守 所以我看到他這麼退 然後這個人還是要追防我的時候 我已經吸引到這邊一個這邊一個 之前人其實都還在守他們的人 所以他們這邊不會有很好的機會 這兩個人已經 兩個人同時都在守我 然後他剛好沒有往下切 因為他往下切的話這邊就 全部都是防守 吸引到兩個人之後 他一定是空的 然後就有好的機會可以出手 好看一球 沒有穿好的球 切入之後 其實可以看到這邊一二三個鞋房 都沒有想要來幫手我這個人 所以其實我要是看到後面這個鞋房沒有要上來 然後我已經過掉這個人半生的話 其實可以再運一球到這邊來做一個反手上來 但是我已經我太早設定要傳這個底腳這顆球 所以就造成失誤 之前還有人問UBA的強度相當於NCAA的哪一層級 然後我個人覺得是這問題是蠻難回答的 因為你沒有實際的真的在對抗的話 是很難分出來哪邊比較強 然後加上NCAA的話 每個層級最強的隊伍跟最弱的隊伍其實落差是蠻大的 因為每個層級都有很多所學校 所以假如說三級最強的球員 其實跟三級最弱的球隊是差非常大的 我的聯賽今年有兩個隊伍是 有打到就是三級的全國聯賽 然後我可以播一下他們的比賽影片這樣 可以看看他們的水準 如果跟那個人有砥級的東西 如果按照這隻碗球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我們之後 都是金融化的 兩次會 像 pareil 我們在這次世界 會抹消耗 我們在這邊 我們在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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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